以前的大領埔就像一個天堂 現在的大領埔就像一個地獄 錢沒補貼沒路 想不去要跳海也沒辦法 我相信 相信沒有人 沒有人比我更愛你 那種的青春那種玻璃感 那種疼 這要清新經歷過的人 才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政府要愛這個土地 你們要青春這個世代說得很難聽 都也是這個面子在聽你們政府 但是你們打我頭回來 你們對我們世紀的機面 是怎麼對應 我相信十數年來到今天這個位置 我們的感受猶豫 或是感覺對這個政府 這個無力感 不信任感 非常重 四十年前的紅毛港前村案 在2007年十月底 完成拆除作業 許多紅毛港人 因為生活環境的相似性 選擇落腳大領埔 卻沒有想到過了十多年 又要再次面臨前村 沒想到 像台康人說 還想到一個說要再前村 我們那時候搬來這邊 我記得我三伯父講過一句話說 這一間可能是你們 以後住最大間的房子的 我們不曉得以後我們這間 最大間的房子是會變成怎麼樣 是不見了還是我們還有能力 我前村這個日曆 我都很愛說 這就不會穿 是我們先來住 跟紅毛港人一樣 是我們先來住 以後你工廳會比較老 是你做成污染 污染就我們 不是我們做成污染 污染就你們工廳 結果 該污染的人 發生污染的人 你繼續老的 我們讓你污染的人 我們要離開 過年廟就很多 有的 睡在廟室的 那就是時間不夠了 當然 落不去 因為有前車之間 我們大家也會煩惱這點 為什麼 因為已經有失敗的例子 見過更嚇 當然沒有人會越嚇 就是這樣 眼睜睜看著紅毛港聚落 消失在眼前 看盡千村之後的人間悲劇 大林普人的擔憂 其來有自 如何不讓歷史重演 未來的草案 討論和千村的方式 將是最重要的關鍵 記者吳秉原 周福慶 劉瑋婷高雄報導